公益裁券發行的主要目的是為了提升社會福利 其中的盈餘用來政府社會補助項目 包含發展、遲緩兒的早期療癒、少年輔導服務、衛生、醫療補助等等用途 而社會局也和社福機構各個企業共同響應 利用公益裁券的盈餘在8月18日辦理了親子公益路跑活動 透過活動讓孩子從小就學習感恩和惜福 由社會局主辦的Happy Run公益路跑 8月18日將在中立青唐園開跑 此活動也是結合了親子趣味類型的公益路跑 透過活動也讓孩子在從小學習感恩以及惜福 讓更多人可以關心到弱勢族群 在曼菲天使的表演之下也正式的揭拍序幕 那我們的目標跟理想就是希望能夠推動 在我們台灣地區的這些 失散的公益的愛心活動跟行動 我們其實不同領域的 像永康他們是主播 但是因為這份愛 那他也是三鐵的候選人 鐵男 鐵男 所以這次他要大顯身手 那羽豐呢 因為現在是八點檔線上的男主角 他也願意為這個事情 然後請假來路跑 所以我們就是一起同心的希望 能夠從桃園出發 能夠把這個愛帶到我們全台灣 甚至於未來帶到世界的每一個角落 這是我們的理想跟目標 這次路跑的距離為五公里 包含了四種趣味關卡 適合親子共同參與 現場也會有靜態的原油味攤位 以及闖關的小活動宣導活動 讓民眾更加了解公益彩券的盈餘分配 市長也提到目前全國彩券的盈餘累積已經達到了4215億 桃園市的送餐服務 復康巴士 愛心計程車 安置貧窮邊緣戶等 都有受到彩券營運的幫助 我們把每年的10億元左右的公益彩券的分配預算 用在包括弱勢家庭 身障的朋友 原住民 單親家庭 獨居老人 或者許多需要照顧的角落 那能夠讓這些社福預算 發揮即時雨的效果 很多的社福機構 需要細水長流的支持 那我們台灣的衝動型捐款比較多 那一般性的支持比較少 我們希望能夠讓所有市民朋友 把捐款給這個社福團體成為常態 活動從幾日起也開始報名 有興趣的民眾可以上網搜尋 Happy Run公益路跑 來了解活動的相關訊息 桃園有限新聞 林瑞鋒師傅咱們報導